跨越多个朝代的奇人 活了444岁 连生死不少都没有他的名字 古往今来 无数帝王显贵追求长生 最终却都未能如愿 我们熟知的最长寿的人 莫过于活了800岁的彭祖了 不过 在我国历史上 有一位被称小彭祖的奇人 他历经三个朝代 活了444岁 创造了一项至今无人打破的长寿记录 他就是泰兰公陈俊 据乾隆永泰县志记载 在福建永家山区 曾生活着一位名叫陈俊的长寿老人 他出生于唐熙宗中和元年 适逢唐末天下大乱 较为偏远的福建一带 并未受到战火侵扰 在这位老人的生活轨迹中 五代十国以及宋瑶金等王朝 都如同过眼云烟一样流逝 直到忽必烈一统中国建立大元 社会渐渐稳定下来 陈俊也渐渐在此有了名气 据说陈俊精通医术 早年间行走江湖 济世救人 一次途经江西地区的汤泉村时 发现这里不光景色宜人 还有大量温泉 非常适合行医救人 于是陈俊便定居在了此处 他一生没有子嗣 到了晚年身体萎缩 逐渐丧失了行动能力 他为人正直 为村里做过很多好事 汤泉村人很是敬重他 而且见他能如此长寿 更感觉非常稀奇 村里人多将他当成宝贝供养 怕他一个人太孤单 乡亲们去田径劳作时 都将他带上 劳动之余陪他聊聊天 彼此关系十分亲密 随着陈俊年纪越来越大 他的身体反而在一天天缩小 如同返老环童一般 从大人变成了小孩 据说陈俊活到了400多岁的时候 他的体重近有10斤左右 以至于后来乡亲们 在他四处走动时 都是将他放在一个菜篮里的 因此他也有了菜篮宫这一称呼 陈俊为人十分乐观 虽然行动不便 但他的头脑却十分清醒 而且能与村民正常交流 他晚年的生活也很是充实 他的生平在史料中有确切记载 因而这位福建长寿老人的事迹 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被生死不出名 却在444岁时离奇身亡 长寿老人蔡兰公的传奇经历 据说晚年的陈俊 虽然无法自如行动 但他却送走了几代 曾经照顾过他的人 后来蔡兰公就由全村人 依次轮流照顾了 相传蔡兰公之所以能活得这么久 是因为生死簿上没有他的名字 传说地府里有一本生死簿 里面记载了所有人的生老病死 一次一个小鬼不小心 将生死簿的绳子弄断了 他害怕会被阎王惩罚 于是他便随手从书上撕下了一张纸 将纸念成绳子 把生死簿重新修好 而那张被撕下来做成绳子的纸 记录的正好是陈俊的生平 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陈俊才能如此长寿 没过多久 阎王就发现了纰漏 但是依旧不能确定 未出名者的信息 只有一个大致方位 于是他便专门派了两个小鬼 前往人间进行搜寻 不过地下与人间时间不同 即使阎王发现较早 人间也过去了百年 前往人间的两个小鬼 在那一片区域暗中调查 他们想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法 他们来到村子的温泉旁边 清洗筐里的黑炭 正巧此时 陈俊也被同村人背到了此处 村民将他放在温泉旁 并去干农活了 陈俊见温泉旁的两人很面生 就问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两人回答 我们要在这里 将筐里的黑炭写成白色 这样才能回去交差 蔡兰公听了 大笑不止说 我活了444岁 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样的怪事 他话音刚落 田间就刮起了一阵风 再一看 洗碳的两个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等到傍晚 村民带着蔡兰公回家时 突然发现他情况有点不对 于是急忙跟村长 说连白天发生的事情 村长一惊说 坏了 难道是巡逻的罗煞 发向了蔡兰公 要将他带走 于是村长急忙选派几个年轻人 为蔡兰公守夜 而他自己则去村中的土地庙 烧香祈祷 然而第二天 天蒙蒙亮的时候 蔡兰公还是在痛苦中去世了 被世人称为小鹏祖 四百岁后烦老还童 却因一句话丧命 他因寿命仅次于鹏祖 有了小鹏祖之称 蔡兰公乐于做好事 给后人留下了不少 他亲自建造的寺庙和廊桥 而且他在十里八乡都威望极高 不管是谁家爆发了矛盾 只要他一句话就能解决 他生性温和善良 生活也比较朴素 每日粗茶淡饭也依然自得 他还有一项奇特的本领 十家小孩子生病了 不用吃药 只要他摸一摸 小孩的病就好了 在那里民间至今都流传了一句顺口溜 母头摸耳能吃活一千八百二 据说陈俊活到四百多岁的时候 好像返老还童一般 体重只有不到十斤 整个人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 陈俊在四百四十四岁的时候 突然离世 有人说他本可以再活得久一点 但就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 暴露了自己的兽灵 导致他被阎王派来的鬼差发现 最终被带走了 直到如今 这里都流传着有关蔡兰宫的传说 他离奇去世 也成了不解之谜 有人说这是天命难为 也有人认为 他若不暴露自己的年龄 还可能活得再久点 据说后来有专家 对陈俊长寿的原因进行过研究 专家发现 这个村子景色十分优美 让人看了可以愉悦心情 村子附近还有大量温泉 温泉的内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长期浸泡能提高人的身体素质 可能这就是陈俊如此长寿的原因吧 不过即便如此 陈俊活了444岁 也依旧有些骇人听闻 古往今来 无数人为了追求长生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殊不知有时候 长生也是一种折磨 亲眼目睹熟悉的人 一个个离开 最后只剩一个孤家寡人 这时手中的财富和权势 可能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时候 做一个知天命的普通人 可能会活得更肆意 不过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 所得的结论不同 追求的事物也不同 好了 野化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哪儿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